今天開始來講模式方塊裡面的數學 第一個要講到的就是 其實我們這堂課一開始的時候有介紹一下 那現在我們詳細講一下 就是為什麼七乘七的方塊沒辦法做成 七乘七的方塊為什麼沒辦法做成 假設這是一個方塊的從側面看過去的樣子 這是一個方形的 假設方塊這個正方形呢 邊長是2 這樣這一半呢就是1嘛對不對 如果有某一層轉了45度角的時候 就會變這個樣子 那從中心到這個頂點的長度呢是根號2 那這一個突出來的長度呢就根號2-1啦 這邊根號2這個1嘛 相減就根號2-1 這樣對角線全長呢就是2根號2 那我們要看看突出去的這一段的長度呢 是全部的幾分之幾 那我們就用2根號2來除以根號2-1 2根號2來除以根號2-1 除以根號2-1 這個值呢差不多是6.8 6.8 代表突出去的這一段的長度呢是全部的6.8分之1 那如果你要做一個7乘7的方塊的話啊 它最角落這一顆呢 就完全會跟別層的分開 所以完全會跟別層的分開 那因為你三個角度都要能夠轉 那一顆一定會掉下來 所以7乘7一定做不出來 但是有人做出來的 它怎麼做呢 它就不是用正方形的 它這個地方呢會弄成圓弧狀 那它就會蓋過去那一顆 角落會掉下來的這一顆 會蓋到嘛 會蓋到就有機會做成 不一定做得成喔 那之前有秀過這個圖 7乘7做出來就會長成這個樣子 一定要有一個圓弧狀的 不然它沒辦法做出來 這應該知道為什麼了吧 有沒有比開學講得還清楚 有嗎齁 光這一頁做很久耶 第二個呢就是方塊的方向的問題 什麼叫方塊的方向的問題呢 這是一個魔術方塊啊 它的長相呢 它每一顆都有不同的方向 這個角呢它有三個方向 邊呢會有兩個方向 那它正常能夠完成的魔術方塊 它的方向應該要長成什麼樣子 這個角會長成什麼樣子 這個邊呢它有兩個方向會長成什麼樣子 那我們現在討論它方向的問題 第一個呢你要討論方向 你要把這個魔術方塊的 它整顆的方向先固定 整顆的方向固定 那為了統一啊 詳解方便 我們讓藍色朝自己 黃色朝上面 那你仔細看喔 你轉哪一個面 是不是都不會變中心的這一顆 對不對 轉哪一個面 中心這個都不會變 頂多如果你有畫一條線的那個方向會變而已 中心都不會變對不對 所以永遠藍色都朝自己 黃色都朝上面 要問你們喔 下面是什麼顏色 白色 那左手邊呢 橘色還是紅色 應該是橘色 這個要知道喔 到後來要盲解的時候 四乘四的時候 就一定要知道 左手邊是橘色 那 背面呢 綠色 右手邊是紅色 好 你這個中心的方向先固定 那它不管怎麼轉呢 中心那一顆就會 都還是在這個位置 朝自己永遠是藍色 右邊永遠是紅色 好 先固定了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定方向了 它每一個角呢 有三個方向 我們先定角的方向 每個角有三個方向 那 怎麼定呢 一個角它一定有白色或黃色 每個角一定會有 對不對 因為它不是在上面是在下面嘛 那有沒有同時白色跟黃色都有的 不可能 不可能 因為白色黃色是在對面 所以呢 我們一個角呢 就以白色或黃色當作它的方向 好 那 一個轉好的方塊啊 它的白色跟黃色一定 不是朝上就是朝下對不對 好 所以呢 當 這個角的那個白色或黃色呢 就是它的方向呢 是朝上或朝下的時候呢 我們就給它一個數字叫0 好 給它一個數字叫0 當它如果順時鐘轉 順時鐘轉了一下的時候呢 我們叫1 等一下會有例子給各位看 逆時鐘轉呢 就叫-1 逆時鐘就是那個白色或黃色的方向 這樣喔 在它原來的位置 如果跑來這裡 就是順時鐘 因為這一顆呢 順時鐘轉了一下 它就跑來這個位置 好 像這個黃色順時鐘它就跑來這個位置 好 那這個就 我們就給它編號叫1 順時鐘叫1 逆時鐘呢 叫-1 好 正確方向呢 我們叫0 就這樣喔 反正它有三個方向嘛 我們就編號0 1或-1 可以嗎 那你就要判斷喔 好 你仔細看這個方塊喔 它如果轉了上面這樣轉一次 它方向有變嗎 角的方向完全沒有 朝上就朝上 如果它原來是順時鐘 你這樣轉了一下 它還是順時鐘嗎 現在把你的方塊轉亂好了 好 現在把方塊轉亂 把你的方塊轉亂 好 轉亂完了 還是讓藍色朝自己 黃色朝上面 白色朝下面 不用轉太亂了 就轉幾下應該就 就OK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先看上面就好了 你自己找你的方塊哪一顆 看你能判斷它到底順時鐘轉了 還是逆時鐘轉了 就是看它的 黃色或白色的方向而已喔 那我們先看我上面這顆好了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 這一個呢 黃色朝上嘛 所以它就 我們就給它0 因為它在正確方向 那這一個呢 白色在這邊 對我來說是朝右邊 那它是順時鐘轉 還是逆時鐘轉 它逆時鐘轉了 所以我們給它的數字叫-1 它逆時鐘轉 你看喔 我如果轉上面這 這一個動作啊 這一顆它還是永遠逆時鐘轉 對不對 我轉上面它 這個還是永遠是逆時鐘嘛 所以它那個數字還是永遠是-1 不會變 如果轉下面跟它有沒有關係 不會變 所以呢 如果轉動上面或下面呢 數字總和是永遠不會變的 好 如果轉側面呢 轉的側面呢 你只去自己看自己的方塊轉一次 你會發現對角的兩個呢 都加1 另外對角的兩個呢都-1 轉側面的喔 紅的 橘的 藍的或綠的 自己轉 因為角有四個嘛 每次轉都會動到四個角 那它是不是會有兩個加1兩個-1 對角的 本來順時鐘變逆時鐘 逆時鐘變順時鐘 會有兩個加1兩個-1嘛 那這整個方塊的數字總和 是不是又還是一樣了 這個動作要試一下喔 看我在講什麼 好可以再講一次 那我用大的 看一下好了 好那像這個 這一個 投影片上的方塊喔 藍色朝自己 紅色朝右邊 現在我游標指的這一顆呢 它是順時鐘轉 還是逆時鐘轉 你看它黃色的方向嘛 朝上是正常的 那它現在變成朝自己了 所以它是 逆時鐘轉 所以它是-1 好 當你側面轉了一下之後 這一顆呢會變怎樣 變0 所以它加1了 對不對 加1了 我意思是這樣子 那你看下面這一個呢 它是順時鐘轉還是逆時鐘轉 逆時鐘轉 逆時鐘 所以當你轉了一次這樣子 它是不是變順時鐘 你就眼睛看著這個點啊 看它黃色的 本來在上面嘛 那現在變到這邊來了 所以它是順時鐘 看著它那個點 它會 它那顆的轉向 可以嗎 不行 好 畫一下好了 本來朝上面是要正確的方向 朝上面正確的方向 如果它那個黃色或白色跑來這邊呢 我們就叫它順時鐘 對不對 是不是從上面順時鐘 轉了120度 這樣叫順時鐘 這樣叫順時鐘 可以嗎 可以嗎 如果在這邊呢 就是逆時鐘 就這樣 下面的也是喔 如果黃色或白色朝這個方向 這樣叫逆時鐘還是順時鐘 本來下面是正常的嘛 它轉 逆時鐘轉了120度 所以這樣叫逆時鐘 那我們就給它 數字編號叫負1 如果是順時鐘的呢 我們就叫做正1 如果是正確方向的 我們就叫0 好 那你側面轉了一次呢 就會有兩個加1兩個減1啊 你去驗證一下 會有兩個加1兩個減1 你是對角的這兩個呢 如果是加1 另外兩個就會減1 因此呢 剛剛講過了嘛 轉上面或轉下面呢 數字都完全不會變 轉側面呢 會有兩個加1兩個減1 所以代表你怎麼轉這個數字核都怎樣 都永遠不會變 永遠不會變 那當你這個方塊是轉好的時候 總和是多少 總和是0嘛 因為大家都朝上或朝下啊 大家編號都0 所以總和是0 那代表這個方塊呢 如果它要能夠轉好 它這角的八個數字加起來 一定要 一定要3的倍數 不一定會0 因為你那個加加減減以後 就越加越大 因為它有三個方向啊 你一開始是0嘛 你每轉一步呢 它都維持是總和是0 好 那就是0好了 你不要管3的倍數就是0 所以呢 角的方向數字總和一定是3的倍數 那八個角喔 你給它順利時鐘 它一定是3的倍數 好啦 你當做0好了 總和一定是0 總和一定是0 其實我要的是除以3為0 那我們來看例子喔 好 就拿這一顆啊 拿現在這一顆好了 這一個呢 是 順時鐘 所以是1 對不對 你就記了 現在已經1了 好 那這一個呢 順還是你 這個應該是這樣的喔 黃色是上面喔 所以它是順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總和是2了 好 總和是2 這一個是正確方向 所以是0 這一個呢 逆時鐘對不對 所以-1 現在總和是1了 那我們把這個方塊上下倒過來 這一個呢 是順時鐘還是逆時鐘 順 所以再加1變2 這個呢 這個呢 逆時鐘所以-1又變1 這個順 加1是2 這個也是順 所以加1變3 所以這樣總和是 總和是3 對 你其實要除以3 除以3的余數它是0 這樣這個方塊就是正常的 以腳來看是正常 代表它能夠完成 代表它能夠完成 那我告訴你一些不能完成的喔 你記不記得我們轉到第三層的時候啊 如果你轉了10字 它會有幾種情形 剩下會有幾種情形 第三層的黃色轉了10字以後 是不是只有7種情形 對 如果不是那7種情形就轉不成喔 那我們來看看 假設中間的10字都完成了 如果這個黃色呢 跑到這邊來 這樣是順時鐘還是逆時鐘 這個是從方塊的正上方看下去喔 這個是 逆時鐘 所以我們叫它-1 好 假設右邊是這樣 這是40鐘的逆時鐘 也是逆喔 40-1 假設這一個是 黃色是朝上的已經好了 這個就0 最後一個有剩下哪一種情形 一定會讓它加起來是3的倍數的 一定要-1的對不對 不能有別的 代表你三個確定的 第四個一定是確定的 如果它變成這樣 這樣它是1嘛 代表這個方塊是轉不成的 這是順時鐘啊 這樣是1對不對 這樣這四個加起來呢 是-1 不是3的倍數 所以這個方塊是轉不成的 所以呢 那如果這樣呢 它的黃色是朝上的 這樣0 這個方塊可以轉成嗎 不行喔 所以每畫三個呢 第四個一定是固定的 因為第四個就是控制它總和 加起來是3的倍數 所以它一定是朝下 朝自己啊 就是朝自己 所以這是一種case嘛 我畫幾個喔 你們判斷一下 哪些是可以轉成 哪些是不能轉成的 好 就這三個好了 這三個哪一個是可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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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 這一個 那這個為什麼不行 看起來很整齊啊 看起來很整齊啊 因為它四個都逆時鐘 所以加起來是-4 欸四個都算時鐘 加起來是4 所以不是三的倍數 這個呢只有一個錯的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喔 所以這加起來是1也不可能 好 除了你知道不可能以後呢 我告訴各位 你還可以算它發生的機率 還可以算它發生的機率 好 這個是 轉完十字以後 有可能的七種情形 那我們現在來算它的機率喔 我們算 先算左上角這一個 蛤 Oll就是 Orientation Last Layer 就是我要把最後一個 最後一層呢 方向調整好 那我們最後一層 角的方向現在在調整角的方向嘛 你轉完十字以後 不是要把黃色都翻上來嗎 先複習一下好了 最後這幾種情形呢 這個的公式是什麼 451542122 451542122 那這個呢 124215545 124215545 如果四個錯的你要怎麼轉 就是把上面放成左右兩邊嘛 然後轉一次124215545 記得嗎 如果兩個錯的呢 是要把左上角放 左上角那個朝上面 就像現在這個樣子 也是轉124215545 好我們先看 現在左上角這一個啊 它發生的機率是如何 那一個就是這一個啊 那一個就是這一個啊 好我如果要說它發生的機率呢 考試也是這樣 如果說它發生的機率代表 只要這種case就好了 不一定要 一定要擺成這樣子喔 它轉了90度 我也當作是這個case喔 好如果這樣的話呢 它也是算在內喔 它看作是同樣一個東西 知道嗎 它只是轉一個角度而已嘛 所以算了之後這種case也要算進去 它是同一種case喔 好那看這一個 我們先看這個喔 我們就一個一個來看 左上角發生 它會有幾種情形 01跟-1而已嘛 3分之1的機會 所以左上角要這樣子呢 有三分之1的機會 手上角要這樣子 有三分之1的機會 然後這個好的呢 這個好的 好的這一顆呢 它是不是有可能這裡 有可能這裡 有可能這裡 對不對 有幾種情形 有幾種情形 好的這個呢 有可能這裡 有可能這裡 有三種情形 啊當好的這個填上去以後呢 剩下的兩個一定都要 這個是 1嘛對不對 剩下兩個一定都要1 但是其中 如果只有 一個是1的話 另外一個就固定了 最後一個一定固定了 它不會有別種case喔 所以呢這三種情形呢 然後它要好的 那這一個要好的 這個三代表它有三個位置 它的角度是好的 它的機率是三分之一嘛 剩下兩個裡面呢 只要有一個是好的就好了 只要有一個是1就可以了 所以它發生機率是這樣 發生機率是這樣 好啊那我這個 這個 這種情形呢 我是先假設左上角 長這個樣子 它左上角有可能是好的啊 它左上角有可能是好的 好的的機率是三分之一 這個是三分之一 剩下的三個都必須要正1 那 剩1吧 它順時鐘啊 逆時鐘 這一下負1 好 那 不管怎樣這三個呢 都要負1嘛 那所以 它就是這三種情形的其中一種 所以它是三分之一 剩下的呢 也要三種情形其中一種 所以也是三分之一 第四個就固定了 第四個就固定了 你就不用再乘一個三分之一了 啊有沒有情形我沒考慮到的 沒有 左上角不是這樣就是這樣 沒有別的情形啊 所以我已經把所有情形都考慮到 你把它加起來 把這兩個加起來 所以呢是 二十七分之四 發生這個的情形 幾率是二十七分之四 當你已經轉完十字 又發生這個情形的幾率是二十七分之四 會算嗎 再算一次 那我們算另外一個好了 算 左下角那個好了 好 左下角那個喔 先看這一個 它如果是這樣子 它如果是這樣子 它要長成這樣有三分之一的機會喔 它要長成這樣有三分之一的機會 好 剩下的三個是不是要有兩個是好的 三個裡面要有兩個是好的 好 所以呢 所以呢 蛤 蛤 呃 等一下 這可以是什麼 喔 喔 只有 只有一定要這樣子 有兩個 這個跟這個是好的 還有別的Case了 對不對 其實 Hertz 哪兩個是你這一隻 你有一個 哪兩個是一隻 有一個是 還有別的情形嗎 你說這樣子喔 還是什麼 type 沒有別的嗎 他一定要這兩個是好的 所以這個要好的機會是三分之一 這個要好的機會是三分之一 第四個不要管他了 他一定就長成這樣子了 這是左上角是這樣喔 左上角是這樣 如果左上角是這樣呢 如果左上角是這樣 他一定是這兩個是好的嘛 這個就不要管他了 所以呢 也是這樣子 如果左上角是這一個 還有沒有漏掉情形 還有漏掉喔 那就是左上角是好的 左上角這個是好的 他好的機率是三分之一嘛 剩下三個的情形有哪幾種 這樣還有兩種 一個就是另外一個好的在右上角 對不對 另外一個好的在右上角 然後 剩下的呢 這個一定要朝外 不能別的 所以這個情形呢 要三分之一 然後最後一顆都不要管他 最後一顆他一定就固定那個情形 好 還有一個呢就是 這個好的在這裡 三分之一 另外一個要朝這裡 也三分之一 最後一個不要管他 所以呢 還有一個就是這樣 全部加起來 全部加起來 結果也是二十七分之四 好 二十七分之四 那會不會每一種case都二十七分之四 那你們 給你們自己算一個好不好 那你們 你們算 算這一個 你們是算這一個 看他發生的機率是多少 有這麼快嗎 為什麼二十七分之二 為什麼二十七分之二 好你們先算一下 這個 看他發生的機率是多少 我現在問的機率是 你轉完十字以後的機率喔 轉完十字 十字已經都轉好了 啊等一下會有一種是 十字還沒轉好 那有幾種情形呢 練習算一下啊 考試我會畫一個圖 然後問你們機率是多少喔 好 好那 看一下答案喔 答案是這樣子 每個都二十七分之四 那時候我剛剛講這個是二十七分之二 你們可以去算一下喔 那這樣全部總和多少 二十七分之二十六 啊為什麼不是一 還有一 還有一種就是 十字轉好他剛好好了 對不對 那種case只有二十七分之一 所以加起來總共機率是一 好 每個都是七分之四喔 那這一個是二十七分之二 好剛剛是講角的方向 那我們現在講邊的方向喔 邊的方向呢 一樣喔 你這個方塊你一定要讓藍色朝自己 黃色朝上面 好 那右手邊是什麼顏色 右手邊是什麼 紅色 右手邊是紅色 好邊的方向呢 我們也是一樣 以白色或黃色的方向為方向 上面就 如果它白色或黃色是朝上呢 我們就叫它正確方向 因為邊只有兩個方向嘛 對的或錯的 正確我們叫它零 錯的方向叫負一 一或一都可以 因為它除以二都是余數都一喔 但是 邊有可能是沒有白色跟黃色 對不對 像它就有可能是 藍紅 藍紅 就沒有白跟黃嘛 這時候怎麼辦 當你沒有白黃的時候呢 以紅橘的方向為方向 好 以白黃為主要 如果沒有白黃的就用紅橘的 好 不可能啊 沒有紅橘剩下藍跟綠啊 然後它又不會同時出現 對不對 好 如果 那個邊呢 是在第三層或是第一層的呢 它朝上或朝下 就叫正確方向 好 在上面或下面的 好 如果在第二層的這四顆呢 要朝左或朝右就是正確方向 好 反正總要定一個方向嘛 我就是這樣 我這樣定那大家就是 用這樣定然後來看看對或錯 你要記得第三層朝上或朝下是 是正確方向 只有第二層是朝左或朝右 那正確就是0 錯誤就是1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好把這個呢轉好 白色朝下藍色朝自己 好 請問這一顆是正確方向還是錯的 這是正確還是錯的 這是正確還是錯的 錯的 因為它不是朝上 那這一個是正確還是錯的 白啊 它是朝左還是朝自己 朝右嘛 朝右就是正確的啊 好 第二層的話是朝左或朝右是正確的喔 好 那這一顆是正確還是錯誤 錯的 它朝自己 你說為什麼只看到白色就是要錯的 因為白色就是它的方向嘛 好 所以它朝自己是錯的 那 那 這個是正確還是錯的 那 這個是黃 它是朝那邊的喔 所以它是錯的 它是錯的 那 這一個呢 錯的嘛 好 因為錯的是1 對的是0 那我們就是把 其實就是在數有幾個錯啦 那我告訴你 我們先來看一下喔 當你這個方塊呢 如果是轉上面這樣轉一次 它對錯會不會變 朝上的人還是朝上嘛 對不對 不會變 下面也一樣 好那注意看喔 如果當我轉了 背面跟自己這一面 正確錯誤會不會變 會嗎 本來這一個如果朝上 那轉了一下它朝側面 這樣算是正確嘛 所以是不是不會變 本來朝上面正確 轉過去也是正確啊 不會變啊 如果本來是朝旁邊是錯 轉過去還是錯 對錯也不會變 轉這樣對錯不會變 自己也是 藍色那一面也是 好那現在變成轉右邊跟左邊了喔 轉右邊跟左邊 你會發現本來對會變錯 本來錯會變對 好 所以呢會有兩個的 反正對錯都會互相換一次啊 那因為它有四個嘛 所以 換完總和還是一樣 那如果兩對兩錯 兩錯是 每個錯都我們就算一嘛 那兩錯的換過去呢 本來 本來2變成-2 所以除以2還是一樣 好你們去驗證一下齁 要仔細講一次嗎 我們看一下齁 現在紅色這面是 這一顆是對還是錯 錯嘛齁 好當我轉了一次 這一顆會變成怎樣 變成對的 錯的會變對的 變成對的 因為它現在朝旁邊齁 那這一顆呢 原來是對還是錯的 原來是對的 原來是對的 那當我轉了一次 它就變錯的 轉左右兩面那個齁 對會變錯 錯的會變對 好那你想一下齁 好我現在要的就是說 所有錯錯誤的數目 是要偶數的 你這樣錯的我們算1 對的算0 那全部加起來 我要是2的倍數 那你仔細看喔 曹六的那四個呢 假如是一對三錯 這樣它的數字是3 總和是3 那你轉了一次呢 變成一錯三對 是1 對不對 那本來除以2與1 現在也是除以2與1啊 如果兩對兩錯呢 轉了一下呢 對錯互換以後 還是兩對兩錯 所以還是除以2的 餘數是一樣的 所以我用這樣來表示方向的對錯呢 它有個特性喔 就是總和呢 一定是2的倍數 編的方向那個數目呢 加起來總和一定是2的倍數 好那這樣子呢 又可以來算一些東西喔 現在轉到第三層了 轉到第三層了 好 十字還沒轉 十字還沒轉 我就可以看這個方塊 是不是能完成喔 十字還沒轉 剛剛講的全部都十字轉好的嘛 現在十字還沒轉 十字還沒轉 現在光看邊就好了 這個是對還是錯 這是從上面看下去的 所以它是對的 這個是朝側面的是錯的 錯的 錯的 所以 所以光邊那些數目加起來是 3 這樣 除以二於多少 1 所以它不可能完成 好 這邊呢一對三錯就不可能完成了 好 我現在腳都沒看喔 我只看邊喔 一對三錯就不可能完成 好 兩對兩錯就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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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對兩錯就有可能 這是不可能的喔 兩對兩錯就有可能 兩對兩錯就有可能 這是不可能的喔 它這四個都錯也有可能 好 所以那時候要轉十字 不是說它不是一個的 就是一條直線的 就是L型的 對不對 不會有別的情形了 不會有別的情形了 好 不會有別的情形了 這個方塊 能不能完成 為什麼不能 因為邊只有一對三錯 所以它是不可能完成的 這個代表你前兩層都轉完了 然後第三層從上面看下去的圖形 從上面看下去的圖形 那 我再隨便畫 好 這個方塊能不能完成 您剛剛的角都要一起來判斷喔 邊是兩對兩錯嘛 所以可以 角的話呢 這是 順時鐘是1 這個逆時鐘是-1 這四十鐘是1 這是-1 加起來是0 可以 可以 那 這樣呢這一個能不能完成 不行 不行對不對 不行喔 不行喔 好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 你們有沒有轉方塊轉一轉 它最後一個掉下來了 對不對 那你裝回去你知道裝哪個方向嗎 你這一顆掉下來了 轉到最後這一個掉下來了 轉到最後這一個掉下來了 這樣 好這顆掉下來了 你要把它裝回去 你要讓它的方向朝哪邊 要讓它朝上的 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立刻就可以判斷出來 好這個假如 裝到最後是這樣 這個角掉下來了 你覺得我那一個要裝怎樣 假設啊 假設 這個一定要怎樣 就加一下嘛 這是順時鐘 所以是1 這是逆時鐘 所以是-1 這是逆時鐘 所以是-1 這一個人呢 一定要1的 對不對 一定要1的 所以它一定要 朝這邊 這樣這個方塊才有可能轉成功 好那有邊的方向有角的方向喔 所以呢我現在就是 前兩層轉好 第三層呢 我就問你發生的機率了 剛剛的那個呢 是轉好十字以後問你發生的機率的喔 現在是沒轉好十字 就直接問你發生機率了 這個可以完成還是不能完成的 這個是可以完成還是不能完成的 這個是可以完成還是不能完成的 可以的嘛對不對 阿如果我考試畫一個是不能完成的 阿如果我考試畫一個是不能完成的 然後問你發生的機率 這樣你要寫多少 這樣你要寫多少 就0對不對 好 這是可以完成的比較麻煩 你就真的要算 要算這個時候呢 你就先算角的 先算角的 像剛剛這個阿 還記得角的這個發生情形是多少 二十七分之四對不對 只要它不是這一種的 這是二十七分之二 其他的都二十七分之四 還有一個完整都好的 這個是二十七分之一 好 這個是二十七分之一 阿這個是二十七分之二 其他二十七分之四 所以呢我們先看他這個角阿 就是一個這樣然後其他這樣 好所以他是 二十七分之四 角喔角喔 乘以邊的情況 邊的情況 你這個把邊遮起來阿 算起來是二十七分之四 那有邊就是說這一顆呢 他一定要正確 正確跟錯誤只有兩種阿 所以呢這個要正確 就是二十七分 再乘二分之一 阿這一個要錯 乘二十七分之一 這個也要錯 要乘二分之一 阿最後一個呢就固定了 你有三個的話 最後一個一定就固定了 這個就不要管他了 所以機率就變這樣 這樣是多少呢 所以 五十四分之一 所以這個情形發生機率是五十四分之一 所以這個情形發生機率是五十四分之一 蛤 蛤 那你這一個情形 他擺成這樣的機率 有嗎 因為轉的那個方向的 就是在角已經轉好了阿 我在 不是算在角的機率裡面了嗎 二十七分之四裡面就有了阿 對啊那 就是你不管哪個方向我先擺到這樣 拿去算編了 拿去算編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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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發生的機率是多少呢 四個角都要對的 四個角都要對的 四個邊都要錯的 好 所以講的是 二六分之一 如果你們有去看 我網頁上速解的那個公式阿 速解的公式就是說 前兩層轉完 第三層不轉十字 就 看他有哪些情形 然後每個情形都有公式 那有五十七種情形 可以自己 你現在應該都可以自己把那五十七種情形畫出來 因為你知道哪些有可能發生 哪些不可能發生 那呢 這一個是所有五十七種裡面發生機率最小的 發生機率最小 因為它二十七分之一乘以八分之一 好 好 就算是 我們在四個角都要做 一切 好 一切 好 好 好,這個發生機率是多少呢?你們算一下 腳先固定嘛,腳先固定,所以這是1.7分之1 他邊先不看喔,邊先不看 那你這一個要長這樣呢,一定是1.2分之1 然後這兩個一定都要對的 這樣 啊,有沒有漏掉的? 有啊 這個呢,如果是對的 那這兩個呢,就要錯了 好 所以呢,還要再做一次 所以加起來呢 就是1.108分之1 好 所以這個發生的機率是1.108分之1 好,這一個呢,剛剛算過的是1.5分之1 好,那這一個呢 這個發生機率是多少? 還沒轉十字喔 我是說,前兩層轉完就發生這個了 剛剛我們是轉完十字,說他發生的機率是 二十七分之四嘛 然後我現在問的是還沒轉十字喔 他就發生這個情況了 那機率是多少呢? 你可以算一下喔,那就是 剛剛的二十七分之四 乘以八分之一 好,所以變五十四分之一 好,所以變五十四分之一 好,前兩層轉完 他第三層就這個case 機率是五十四分之一 好 好 為什麼? 因為角是二十七分之四嘛 四個角 剛剛說是二十七分之四啊 那剩下的邊都要對的 剩下邊都要對的就是八分之一了 所以是五十四分之一 這可以是五十四分之一 那這個呢,是機率最小的 二十六分之一 好,剛剛講的呢 都是方向 每一顆的方向 我是不是都沒講到他們的位子 怎麼動對不對 位子怎麼動呢 我們稱作是排列 所以呢 一個模式方塊 你在討論它的情形呢 有方向跟排列兩種 剛剛全部講的都是方向而已 好,現在要講排列喔 排列也有說發生的情形是如何的 那現在呢 我們先把模式方塊拋開喔 看看數學上怎麼講排列了 排列呢 就是把 一些東西 按到不同的順序隨便亂排 那我們的符號會這樣子 現在我們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呢 隨便亂排 假設我三把它排在第一個位子 這一隻三它是在第一個位子 五呢排在第二個位子 七呢排在第三個位子 八排在第四個位子 所以這樣呢就是一個排列的紀錄的方法 上面一定固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啦 因為位子是固定的嘛 只是看那個位子是誰 好,那一個排列呢 我要定義它 叫基排列還是藕排列 第一個定義就是說 我兩個兩個交換 換到它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 看你換了幾次 這什麼意思呢 就這樣 好 我這個可以支是什麼 三五七八四二一六 好 然後呢 我現在要兩個兩個換 而且一定要相鄰的兩個換 相鄰的兩個換 我要一直換 換到最後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然後看換了幾次 換了基數次就叫基排列 換了藕數次就叫我排列 對,一定要換到這樣子 那怎麼辦呢 那這兩個先換嘛 三五七八四一二六 這樣就要換了一次 相鄰的換 一再往前換 一直換到最前面 一三五七八四 這樣換了幾次 這樣換了幾次 一二三四五 那再加上這個六四了 一二三四五六 接下來二要往前 一二三四五 五四 這之前換了六四這五四 這之前換了六四這五四 三不用了 四它要往前 一二三四五七八六 這樣換幾次 三次 相鄰的兩個換 叫一次喔 相鄰的兩個換叫一次 然後六要換過來 它就變這樣 這樣換了兩次 所以呢,我總共做了幾次 這種相鄰的兩個交換的 十六次 十六次 那是奇數還是偶數 奇數 喔,這偶數 所以呢,我們就稱它叫偶排列 就稱它叫偶排列 這是一種方法 這是一種方法 好,另外一種方法呢,是這樣喔 你三,往後看,比它小的有幾個人 三,往後看,比它小的有 一跟二嘛 五呢,往後看,比它小的有幾個 四個 只有這三個 七呢,往後看,比它小的有幾個 四個 四個 八,往後看,比它小的 四個 四,往後看,比它小的 二,往後看,比它小的 二,往後看,比它小的 一,往後看,比它小的 一,往後看,比它小的 六,再往後看呢 就沒有,好 好,然後就這幾個數字加起來 三,三,三,五,六 這樣是多少 十六 十六 啊,這樣是幾數還是偶數 偶數 偶數 所以,這樣也是一個判斷方法 它 現在才是偶數,就是偶排列 好,那現在就要講他們的關係 為什麼一定要兩個都要講 因為呢 我要告訴你 像剛剛那兩個兩個換啊 沒有人說我一定要一換到前面 你是不是可以一換到一半 往後換,再往前換對不對 沒有人說你一定要換最少啊 然後我告訴你,它如果換偶數次 你就找不到換幾數次了 這樣我定義幾偶排列才有意思嘛 不然本來換幾數次叫做幾排列 我用別的方式換變成偶排列 這樣就沒有意思啊 好,那這兩個的關係在哪呢 我每次這個相鄰的換一個 相鄰的換 它這種 三後面比它小的 五後面比它小 七後面比它小 這樣總和呢 是不是會 不是加一就少一 不是加一就少一 這一個呢 就是看後面比它小的數目加起來應該是16嘛 我隨便找兩個相鄰的換 六、三、五、八、七 四、二、一、六 那它這個數目呢 不是變17就是變15 為什麼 因為三後面比它小了 這個跟你有沒有換有沒有差啊 沒有嘛 啊如果你這個的後面呢 看看比它小的有沒有差 唯一有差的是什麼 跟它們兩個是不是有關了 八後面比它小的呢 你假如原來在後面的 換過去就多了一個七的 其他完全沒變 啊七後面比它小的呢 也沒變 因為八是比它大的嘛 所以呢 剛剛這個數目就應該會變 17 就是代表我相鄰的換會變17 好那你看喔 我這樣一直換到最後 這一個這種數字多少 0對不對 沒有一個人在它後面是比它小的 是0對不對 我這樣換一次 它就變奇數 再換一次就變偶數 再換一次就變奇數 換一次變偶數 那我要換到這裡是0嘛 對不對 換到這裡是0 代表你一開始假如是奇數 我換到這裡一定就要奇數次 不然怎麼可能變0呢 每換一次這個數字會 加1或減1啊 啊我要換到最後變0啊 所以如果一開始是偶數 你要換到這樣一定是要偶數次 你沒辦法再找到一個奇數次的換到這樣子 啊不然它就是奇數了嘛 對啊 所以這樣一個排列是奇排列還是偶排列 會不會判斷 會不會判斷 那在代數裡面會有另外的定理就是 我們本來是以相領兩個換 它會改變奇友一次對不對 如果找比較遠的換 如果我把5跟1換了 它奇友排列會不會改變 也會喔 為什麼呢 5跟1換就是5慢慢移到後面 啊1再慢慢移到前面嘛 它這樣一定是一奇偶的 你看喔 5移過去 1 2 3 4 啊1移過來 1 2 3 4 5 一個4另外一個就5 所以呢本來要相領的換 現在我拿遠一點的兩個奇套換也是一樣 會改變它的奇友排列 因為你就一個往後慢慢移嘛 它移奇數次 另外一個往前移的時候就變有數了 所以拿遠的換也會奇友改變 所以呢 隨便給你一個排列你要判斷奇友排列喔 這句話呢就是本來要相領兩個換奇友才會改變喔 但它現在拿遠一點的換也可以 好這邊有三個排列 請問哪一個是我排列 謝謝 自己算一下啊 看你要用 你覺得兩兩換的比較好判斷 還是直接數 數字後面的比它小的比較好判斷 數數字後面比它小的嘛 自己算一下這三個哪一個是我排列 這三個哪一個是我排列 第三個 啊前兩個呢 都是G排列 第三個是我排列 好 其實不用拿筆這樣用眼睛看就可以了 只是看比較久一點 所以下面這個是我排列喔 上面兩個是G排列喔 可是你會發現你每次寫這種符號呢 是不是上面我都固定寫1236678 還蠻浪費墨水的對不對 所以呢 就會換另外一種寫法 換另外一種寫法 有一種很有名的寫法呢 就叫cycle representation 我們寫成這樣 好這樣是什麼意思呢 你看喔 在1那個位置的 是不是 它會跑到3 這個呢就是1會跑到3 好 因為3它在1那個位置嘛 它要跑去它正確位置 是不是就要移動到3去 我的意思是這樣 這個符號就是說 第一個位置是3的 第二個位置是5嘛 那現在第一個位置的人 你要把它調整好 是不是它要跑到3 好所以1要跑到3 我們就記錄1要跑到3 這個先不要看好了 我們用自己 用人來算喔 3 5 7 8 4 2 1 6 3 5 7 8 4 2 1 6 它7又回來1了嘛 這樣他們這三個其實是輪迴的 自己形成 我們就稱作形成一個cycle 所以呢我們就把它寫這樣 這樣的意思就是1跑到3 3跑到7 7跑到1 所以這個符號呢 我如果寫371 一不一樣 它也是3跑到7 7跑到1 1跑回來3嘛 一樣的喔 這樣是一樣 那剩下誰沒有呢 2沒有 好我們就看2跑到誰 2會跑到5 5跑到4 4跑到8 8跑到6 6跑回2了 所以這5個形成一個cycle 所以這樣的一個排列呢 我們就用這樣寫 是不是很省空間 本來就只要寫8個數字 我現在就真的寫8個數字喔 省空間 沒有很省空間嗎 對 沒有很省空間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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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 我把上面就擦掉 隨便寫一下喔 隨便寫一下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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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能不能把它還原 會不會把它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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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當然可以啊 你們當然可以啊 1要跑到3嘛 1要跑到3 所以1下面的人一定是3 3要跑到2 3下面就在2 2後面是7 7後面是5 5後面是4 4後面是8 8後面是6 6後面呢 是括號 是這樣嗎 沒有 6後面就是cycle 它會輪回來 所以是1 所以就是1 這個cycle representation呢 它代表就是這一個permutation 那我都不寫這個啊 請問這個是記憶排列還是我排列 這隻機排列還是我排列 這隻機排列 這隻機排列還是我排列 我先問一下齁 除了映術系以外 有其他系有修過代術的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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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我先說一下 這個東西呢 你可以用很多東西合成 例如這樣齁 1 3 2 1 3 4 3 4 5 這個呢也可以把它還原成剛剛的排列喔 它有一樣的數字喔 它有一樣的數字喔 它就是這樣 1會跑到3 這個喔 啊在這一格裡面3是不是又跑到4了 在這一格裡面4跑到5 所以其實1是到5的 在1下面要寫5 這個做完再做這個再做這個啊 在1下面要寫5 然後呢 因為你沒辦法從頭看喔 我們再看2要跑到誰 這個2呢會跑到誰 不是因為這個1喔 它是因為在這裡面它要跑到這個1 然後在這一格1又跑到3 在這一格3又跑到4 對2下面是填4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那機排列跟偶排列呢 我們就要把這一種呢 它有可能好幾種表示法喔 我們要拆成那個兩個兩個的 拆成那種兩個兩個的 現在1 3 2呢 其實就等於1 3 又1 2 1 3 2呢 它會等於1 3又1 2 你看看光這個也不一樣 你看1跑到3嘛 在這裡呢是不是1跑到3 啊在這邊3沒有跑到人啊 所以1就是到3 3到2 你看下面的喔 3要跑到1 啊1又跑到2 所以3到2沒錯嘛 3會跑到1 1又跑到2 所以是3到2沒錯 2跑回1 那我們看這裡 這一個 這裡面沒有寫2 所以2不變 然後2跑到1 沒錯 所以這個東西是等於它的 那如果你要看它的機器排列我排列額 就又有別的東西證明說 我只要數這種兩個兩個的有幾個就好了 所以呢這個叫1 3 1 2 那這個呢我們寫成 1 3 1 4 這個寫成3 4 3 5 你應該知道規則是怎樣嘛 就是第一個跟後面每一個都配 好 啊你數數看這有幾個 6 6 6個所以它是 5排列 好 你如果不知道為什麼的話 你就知道 你知道怎麼數就好了 好 好 那你來看這樣的判斷法有沒有比 剛剛我們數5後面有幾個比它小 6後面有幾個比它小還好 有什麼問題 對1 3重複了但是 重複就重複嘛 有什麼關係啊 你說重複要消掉是不是 這個沒辦法隨便亂消 反正它就是這樣子 它這樣整個就化成這樣子 也有辦法證明說我這樣化成偶數個 你就不可能化成幾數個 也是有辦法證的 那那個就不講了 好那我這邊隨便寫一個排列 這個排列呢 我們又把它寫成cycle representation 1會到5 5到2 2到4 4回來1 3到7 7到8 8到6 6到3 沒有3 好那這個幾個排列呢 你就把這個化成 15 12 14 這個化成37 38 36 這樣有幾個 6個所以它有排列 有沒有比你數5的後面有幾個 4的後面有幾個 切 這樣還快 這樣會比較快喔 這樣會比較快 所以呢 通常是算幾個排列 後來大家都是這樣算 這樣算 那就不要管它 就數這個兩個兩個的 好那 繼續喔 這個呢我們就寫成13725486 好 請問它是機排列還是我排列 機排列還是我排列 我排列齁 因為它是131725242826 所以它是我排列 好如果長度為12個的呢 你也可以去數它 機排列還是我排列喔 那這樣是一個機排列還是我排列 機排列還是我排列 機排列齁 很快嘛 寫成cycle representation就很快了齁 那我告訴你喔 我們以後講盲轉的時候呢 你頭腦裡面就是要背這些數字喔 為什麼這8個呢 因為代表8個角 這12個呢 這12個邊 所以你頭腦裡面是要背一個 長度為20的數字 這用cycle representation來判斷幾有排列 好那你判斷一下下面這3個 哪個是機排列 對 這比剛剛快很多了 但是就沒辦法不拿比了 是不是 第二個嗎 其實我也不知道 就是第一個的舉手 第一個舉手 有一個 第二個的舉手 第三個 第三個是機排列的舉手 第三個是機排列的舉手 好像是第三個啦 我算一下第三個好了 1 3 6 4 8 8 2 7 5 這樣子喔 5 3 4 5 6 7 所以第三個是機排列 第三個是機排列 機排列跟偶排列的應用有什麼呢 有沒有玩過這種東西啊 有沒有玩過這種東西啊 就是它 它是可以移動的 然後右下角呢 那個空掉 然後你先把它轉亂 然後你現在把它轉回這樣 12345的7-8 那請問呢 那請問呢 如果有一種情形是這樣 它有沒有轉成 有沒有辦法轉成這樣呢 它這樣87有沒有辦法轉成7-8呢 這時候我為什麼要講到機排列有排列 我們把這個 就對應成一個排列喔 9 空格那個人我們叫他9啊 雖然他是空的 我們叫他9 然後我們現在的情形是1 2 3 4 5 6 8 7 9 它這是空格嗎 我每次移動是不是兩個人會換 我把6移下來是不是6跟9換 啊如果 反正 每次的移動就是跟9換 對不對 啊兩個人交換就是 機友會換一次嘛 啊我最後一定要做到 1 2 3 4 5 6 7 8 9啊 每次的移動呢就是機友換一次 我要換到這樣 這個是機排列還是我排列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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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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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激素刺還偶數刺 他一定是這樣 他不能斜著走 他一定是這樣走 他回來 回來一定走偶數刺 所以你要從這個到這裡 你用激偶去看他是要激素刺 可是實際上你要回來這裡是偶數刺 所以代表這一個東西是不可能完成的 這個怎麼移動 你移動到 怎麼移都沒辦法完成 懂嗎 用激偶排列一下就判斷出來了 不然你不知道就在那邊移 就是以前呢 我那個時代啊 我那個時代 CD65上面 就有這個遊戲啊 那有時候玩會有 有些case是沒辦法完成的 那時候不知道啊 就說你怎麼這麼笨都沒辦法完成 我來試試看 用用用 還是沒辦法完成 因為你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你就一直在那邊試 這是激偶 激偶排列第一個應用 那第二個應用呢 你們有算過行列式嗎 行列式現在都有別的方法算 但是其實最早期的定義 就是這樣 這個齁 我們先不要寫數字 A1 A2 A3 A4 A9 那行列式在算呢 以前的定義是這樣 好 重寫 好 重寫 A1 A2 A1 A2 A1 好 那呢 你要把這種3的排列全部都寫出來 好 那呢 3的排列有幾個啊 1 2 3這樣排列有幾種 就1 2 3 1 3 2 2 1 3 2 3 2 3 1 3 1 2 3 2 1 好 好 哪些是記憶排列哪些是我排列 這個是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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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個是偶 這三個是雞 沒有勾的是雞排列 好 然後在算行列式的時候是這樣 好 那你把你這邊所有排列呢 都寫進來 一二三這邊就一二三 一三二 二一三 二三一 三一一二 三二一 偶排列的人前面都是正 第一排列的人後面都是負 這就是行列四 那你四乘四五乘五也可以這樣定 就是把每個排列都列出來 然後偶排列就是偶數 雞排列就是雞數 所以如果是五乘五的行列四呢 你要算幾個加法 因為你要把所有排列列出來嘛 這是要加一百二十四 對不對 好 這個是幾乳排列 那在魔術方塊怎麼用呢 我們就必須要把魔術方塊上面每一顆都編號 每一顆都編號 那我們把角編號 那一樣喔 藍色朝自己 黃色朝上面 那編號就這樣喔 角的編號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 六沒寫出來你應該是知道誰嘛 你知道嗎 現在開始要考各位囉 這一顆它應該是幾號 現在藍色是朝我自己嘛 藍色朝我 這一顆是黃 紅 綠 它是在二的位置 那實際上它要在哪個位置 三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是三 二的位置是三 這一顆黃 紅 綠的喔 那這一個呢是 白藍 橘 那它應該是在哪個編號 那它應該是在哪個編號 五對不對 一這個位置的人 它其實是在五的 一這個位置的人其實在五 三這個位置的是 白 紅 藍 它應該是 八 八 這樣就可以把它寫出來 編也是喔 這是角的喔 編也是 這個編號呢 我們也會用在盲轉上面 所以呢 你可以把它弄熟悉一點 看到就立刻知道多少 看到就立刻知道多少 白 紅 綠是編號多少 七 白 黃 紅 白 黃 紅呢 白 黃 紅呢 沒有白 黃 紅 沒有白 黃 紅 白 黃 紅 黃 紅 好 這是把編來編號 編的編號就這樣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零AB 好 九零AB 好 九零AB 那這樣是十二個喔 九零AB 那 綠紅那一顆編號多少 九零AB 七嘛對不對 白藍呢 九 你可以照自己的方式編 不過 統一一點這樣講的時候比較方便 六那一顆是什麼 橘綠 橘綠 三那一顆是什麼 黃綠 橘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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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橘綠是編號多少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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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齁 好 所以大家很熟了 所以呢 你現在呢 你可以自己把自己的方塊呢 腳也編號一次 看现在的排列是什么 边呢也算一个排列是什么 那我告诉各位 转任何一面它都是一个偶排列 为什么呢 你看哦 你仔细看转任何一面 我这样转了一次 转 这么难转 就转了一次 是不是这四个会轮一次 四个角轮一次 四个边轮一次 所以它写成一个cycle representation呢 是这样 这是四个角的 四个边的 不要一样 C1 C2 C3 C4 边的呢 1213 C4 那这个 这样是鸡排列的排列 其实总共有20个编号 绞的有8个嘛 边的有12个嘛 总共其实是20个编号 在排来排去的啊 那你这样每转一个面呢 它就是 4个跟4个 那请问它是鸡排列 偶排列 这样4个的其实是鸡 这4个的也是鸡 合起来就是偶 每转动一次 它都是一个偶排列 转动一次都是一个偶排列 整颗都好的是鸡排列偶排列 整颗都好的已经完成了 是偶排列嘛 你每次转都偶排列 所以呢 代表这个方块要能完成 它一定是要一个偶排列 懂吗 这个方块要完成一定是个偶排列 不然它完成不了 因为它鸡排列 你每次转都偶啊 所以到后来就没办法完成 那现在要 交给各位一个工作了 两个模式会整个拆开 不是现在啦 拆开 然后装回去的时候 你不用去看它颜色 随便装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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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你装回去以后不要去转它 装回去以后你就去看 蓝色朝自己 黄色朝上面 一定要维持这样 照刚刚的编号 先 你要判断这颗方块能不能完成 好 怎么判断呢 第一个 从最容易判断的开始 就是先看它八个角 那个数目加起来是三的倍数 如果不是就没办法完成 先判断这个 这最快 因为你只要判断八个而已 好 如果很不巧 它刚好是三的倍数 那就要判断边的 看边的那个方向呢 加起来是二的倍数 好 如果不是 它就没办法完成 如果很不幸它是的话呢 要判断它是积偶排列的 这是最麻烦的 好 判断是不是我也偶排列 好 如果是偶排列呢 它就可以完成 如果不是 它就没办法完成 好 这样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不去转这个方块 然后我看一看 就判断出来 它能不能完成 可以嘛 对不对 就是今天 花了两个小时 就在讲这个东西 对 要一起喔 一起是偶排列的 好 那现在就是用 刚刚讲的来算一些东西 第一个就是 魔术方块呢 一个能够完成的魔术方块 它有几种情形 八阶层是什么 八阶层就是这八个角呢 它其实顺序可以乱排 有八阶层种 八阶层种 三的八四方呢 就是每一个角有三个方向 每个角有三个方向 为什么要除以三呢 因为其实最后一颗是固定的了 你前面七个方向都 都算完 第八颗的方向一定是固定的 它如果不是那个方向 它就不可能完成 所以我就把它再除以三 其实就是三的七次方啦 这是角的喔 边的呢 边的那十二颗呢 十二 十二颗随便乱排 有十二阶层 每一个有两个方向嘛 所以二的十二次方 那实际上最后一颗的方向是固定的了 十一颗好了以后 最后一颗一定是固定的 所以我会把它除以二 其实是二的十一次方 最后这个除以二是什么东西 就是你这个边跟角合起来 一定要偶排列 第一排列就不能完成 所以你要能完成这个偶排列 所以三接方块就是这样的情形 所以呢它就算出来是这样 差不多是四点三乘以十二十次方 所以是非常多种的喔 这个公式呢你如果去一些 魔术方块的网站呢 都会有这个公式 它会告诉你三接魔术方块有这么多种 但是呢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这要除以三 这个要除以二 那后来又又再除以一次二 然后我就去看啊 没有一个网站它写得非常清楚 为什么是这样子的 它就说喔 因为有重部的情形 我要把它除掉 就这样而已 那今天你也没有比较知道 为什么这样子啊 有吗喔 因为第八个角 它的方向是固定的 第十二个边方向也是固定的 那总共加起来呢 是要我排列 那我问你另外一个问题喔 这个方块如果你把它拆散了 你这样随便把它装回去 它可以完成的机会是多少 它可以完成的机率是多少 你这样随便装回去喔 我都不看颜色 闭着眼睛把它装回去 其实是十二分之一可以完成喔 就是你除以二又除以三 最后一颗的方向是对的有三分之一嘛 角的方向是对的有二分之一 那你既有排列是对的 也十二分之一 所以就是十二分之一 代表你随便装回去这一颗 只有十二分之一的机会是可以完成的 几乎都完成不了 到最后都还要做一些调整 那今天讲的哪些东西呢 第一个就是 你要判断某些case会不会发生 某些case会不会发生 那会计算某些case发生的机率 通常要计算就是到第三层 前面的那些 你要整颗算的话 比较花时间 我们都只计算第三层发生的机率 那你要会判断一个排列是G排列是何排列 你转一转到第三层呢 那个方块如果是不能成功的话呢 你要知道 不要说有一个同学 他说这个方块我怎么转都转不成功 然后拿给你试 你也在那边转半天转不成功 上完这个课呢 你应该要能看一下 就知道他是不是能成功 要提早知道 才不会白花时间 那下周要干嘛呢 下周是放假 对不对 下周三就开始放春假啦 好像只有交大是这样嘛 吃大也是 因为交大有那个孝庆 他就说 周三是补哪个孝庆的 周四是补哪一天的 下一次呢 我跟你们讲 四接跟五接方块怎么转 那 因为四五接方块没有交你们买嘛 所以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带电脑 带诺布克 然后用电脑来跑 没有啦 这个是下周啦 下次 下次 那四接跟五接呢 它是建立在你 已经会三接的条件上 然后呢 我把四跟五接呢 reduce 成三接 然后去转 但是差不多只要四五个公式而已 只要四五个公式重复用而已 如果你有四五接的呢 你就带来 啊没有的呢 你就看能不能有诺布克带来 在电脑上玩就好了 好那今天就上到这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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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